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一直觉得 一个人坐在那边说我很有定力 那比较容易 可是您是要在比赛之前 待会就要猛爆了 就是爆发力就要出来了 可是在这之前 你又必须要保持心静的一个平静 那你是怎么样在这个静跟动之间 维持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定力 其实我觉得 对一个运动学生来讲的话 他的所谓total concentration 全心全神的这种专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以我来讲的话呢 在比赛的时候 我一定会走进运动场 一般来讲呢 我比赛前 我一定会经过这个观众席 那我经过观众席的时候 你知道 因为我知道这些观众的存在 他们一定会跟我打招呼 可是很有意思的 我会走 我会经过那边 我也会看他们 其实我也会跟他们挥手 微笑这种种 可是你知道吗 我能够在这个洞中里面 其实我心里所想的 就是我完全是 在凝聚自己的一个思绪 然后呢 在准备我自己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实际上呢 这些人 赵道里有很多 应该是我认识的人 可是呢 我不知道他们会是谁 可是我会很自然的 我会跟他们打招呼 那就是 甚至可以讲说 其实我是一心两用 我一面走 然后一面我要聚精会神 再想说我要去比赛的 我要去软身操 我去做什么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我又必须要挥手 跟他们打招呼一下 跟他们一笑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动跟进 动的是我的动作 进的是我的内心里面的 一个内念的内聚的这种力量 然后呢 我一直在朝前走 那我觉得说 这是我自己的这种经验 我真的不晓得 其他的人的经验是怎么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也很希望能够跟那个 王建民来分享的 其实我觉得 从我看他的这样的一个衍生 他应该我们两人的特质 应该是蛮像的 所以 我觉得这不但是 您跟王建民之间的 一个心灵的默契跟经验交流 我想这是一个心流经验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在录影之前 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 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在跟谁打招呼 那比如说有人圈我吃饭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吃的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我必须进入 就是要录影之前的 一个温暖 一个激励自己的状况 所以可能会造成很多误会 我好像不太近人情 事实上不是 我是很紧张的 可是没有紧张 跟没有一个自我的要求 第一场比赛跟表演 都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其实那个紧张 是要适量的紧张 一个完全不紧张的话 就是说轻轻拆拆 然后那也不太可能 可是过分的紧张的话 老实讲 你身体里面的一些 能量的那种分泌化学物 也会被燃烧掉 所以你必须要非常的适量 得体 然后到最后要比赛的时候 你就可以爆发出去 是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你确实 你跟我差不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团团来的原因 也为什么我们的谢总 跟我们合作很愉快的原因 因为他永远都是做好准备 然后这之前 他其实不太说话 原因他必须要进入 这样的情境 忠道而行 在松你之间调试得宜 你就会变成一个成功的人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 欢迎 而且真的是在板盲之中邀请到 我们心目中永远的黄色闪电 飞越羚羊继续来到节目当中 再次祝福您永远健康的 一直走向康中人生 而且带上所有的朋友的祝福 也祝福您把健康 带给这个城市 这个岛屿 这个国家 也祝大家健康快乐 平安喜悦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的白色政大经济 谢谢 非常再次感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